近日也是有西方国家评选出来了在19世纪的一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历史人物 这些伟人都有很是精彩的才能并且有很好的率领才能 他们都对本身的国家进现了一份力量 也对本身的国家产生了很是大的影响 而这些人也是非常的有才能也是被历史所铭记 第三名格拉特他是已经美国的总统 并且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从西点军校毕业的总统 他有很是高的军事才能和率领才能 可以说在政治方面他并没有很高的建树 可是在军事方面他展现出了很是高的才能 其牧师是在那时南北战役方面 他也是很好的率领了战役 并且获得战役的成功 在良多战役中他也是非常好的产扬出了他的军事才能 可以说他是一名战役天才 可是他的政治才能上去末世的斗尽千家 他已经被选过两次美国总统 可是每一次他的政绩都斗尽平平 后来的第二人更是犹豫了选民的不满而无疾而终 可是他还有一件工作是让我们可以记住他就是他 已经跟日本要并吞台湾时曾和日本人沟河 第二名 李斯迈 他可以说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小我之一 他已经也是筹划了凡尔赛宫事物 将德国从封建的时代带到了帝国的时代 更是他的到来以及他率领的德国让这个国家敏捷生长生长 为那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 他的政治手蓝可以说很是的 对周边的否军权利也是不消多说话 直接筹划战役暴力统一了全国 之后他在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之后 也是在国内大力生长经济 将国力敏捷的进步 可以说他是那时欧洲的风云人物 第一名 李鸿章 他只想我在历史上 不惜是非常的受争议的 有两多人认为他是卖国贼 他和两多国家都签订了 不服等的公军也是这些入末的协定 让我国变成了那时的阿谁样子 可是现实是他那时是代表的清当局去签订的合约 而他也是不能摆布这些工作的 他才能上到当代才起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那时的成平天堂兵变 可以说声势赫赫 也可以说掌心炒统治者很是的害怕 面临声势浩荡的叛军 他也是一多敌少的打了胜仗 并且率领全国的兵力 将这场兵变平息 而他率领的洋务举动 更是展现了他的才能 在那时任何和外国的购 和以及社交事务 全是他一小五去 美国那时也是有两多人称他为救世主 我